多年来,雄风2E巡航导弹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就连外形长什么样都从未公布 但在8月16日,台湾在屏东九棚基地实施了精准弹药射击测考 成功试射了一枚雄风2E导弹,这是它自服役以来首度曝光 它会是我们新年已久的增程型雄风2E吗? 雄风系列导弹是反舰导弹,包含有从以色列加百列导弹技术发展的雄风1 在美国鱼叉反舰导弹技术援助下发展的雄风2 以及由中科院研发的超音速反舰导弹雄风3 目前被承认的编号有三个,即雄风2A原型弹版本,雄风2B量产版本 可供暗设与建设运用,以及空射版本的雄风2C 它们战斗部为自断破片式弹丸 由涡轮喷气主发动机和火箭主推器当动力 作战范围可达20到148公里 且均采用惯性加主动雷达和红外墨制导的方式 可持续低空掠海巡航 能对敌人采取RBL-BOL射击模式 并以多大STOT、DTOT执行饱和攻击 只是上述导弹,无论从有效射程、战斗部威力还是制导方式来说 都不能承担战略对地攻击任务 而本期曝光的雄风2E则是台湾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型反制武器 它是以雄风2为基础 并参考战斧巡航导弹发展而来的公路巡航导弹 目前台湾拥有射程600公里的雄风2E以及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增程型雄风2E 两者的代号分别为雄昂和雄笋 但因保密机制 台湾对外将以部署的雄昂和雄笋导弹都统一称为雄昂 在本次报道中虽然并未披露本次试射的 是否为增程型雄风2E 但该导弹最终成功命中海上所设定的目标就已经体现出其具备了完整的作战效能 目前雄风系列导弹被广泛部署于台湾多种水面舰艇与海风大队的导弹发射阵地中 如海巡署安平级巡防舰 就可装载此种导弹执行反水面作战任务 关于雄风2E 台湾已公开该弹数于远程巡航导弹 我们便可循着各型战俘巡航导弹的数据进行性能推测 因为美国是巡航导弹体系最完整 技术最先进 发展历程最完备的国家 目前世界已经研制的巡航导弹都与战俘大同小异 而且有着雄风2的技术援助潜力 获得巡航导弹的技术帮助机会还是蛮大的 首先是战斗部 在2020年4月送交的专案报告中 提到该导弹具有高爆和散洒两种战斗部 重约500公斤 想想也是 雄风2E既然作为远程战略武器 其战斗部必然要有些特点 不然一枚造价动辄数百万美元的巡航导弹 只把一枚普通弹头投置到上千公里外 实在太奢侈了 高爆弹头是美国常规巡航导弹战斗部重要类型之一 也是最基本的战斗部 而且像战斧对陆攻击型的高爆弹头还装有严实隐信 可钻到地下一定深度爆炸 以此增加威力 这种技术并不难 相信台湾必然会给雄风2E导弹装上 让其具有对加固指挥所和掩体进行反制的能力 散洒战斗部则会让雄风2E具备一弹多目标 沿途投弹的能力 该战斗部采用了通过程序控制抛洒的子母弹头 如战斧Block 2D型 就装有内含166枚BLU97B次弹械的高爆级数弹头 可用于攻击机场跑道 至于雄笋是否会如战斧Block 1一样 采用携带核子弹头或其他高技术弹头 这个没迹象 火力军也说不准 大家觉得呢 我们先看战斧巡航导弹 战斧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了5代 早期一二代战斧 采用的是惯性加地形匹配制导 后又加上景象匹配末制导 第三代采用GPS取代地形匹配制导 保留末端的景象匹配制导 制导系统复杂性降低 可靠性精度进一步提高 到了第四代 战斧的末制导改为了红外成像型 让其有了打击动态目标的能力 最后的第五代 也是战斧最杰出的代表 以实现自主判断 选择目标和打击目标的能力 可以说 后两代战斧 实际是战略和战术合一的 多功能巡航导弹 既可打击固定目标 又可打击动态目标 从目前台湾的实际情况来看 雄风2E的发展重点 应是单一的战略反制型武器 能用于打击远程固定目标就行了 所以雄风2E的制导系统 只需和前三代战斧一样即可 即惯性加地形匹配 加GPS加景象匹配的复合制导方式 当然 若是拥有四五代战斧的制导能力更好 惯性制导是必不可少 因为在导弹初始飞行阶段 并不需要很高的飞行精度 它是最简便异形的方式 其次 在中段飞行时 雄风2E很可能会采用地形匹配和GPS制导 因为从技术上讲 台湾掌握这两项技术并不是什么难题 而且GPS制导虽然简单 但需美国卫星提供信号 容易受制于美国 且战时GPS信号还容易被对手干扰 而地形匹配制导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虽说技术复杂一些 但基本不会受到干扰 两种制导方式各有所长 结合使用能提高突防概率 这也是战斧一直使用的原因 况且地形匹配制导和GPS制导 所需的飞行航路和目标的数字地图 台湾是有条件达成的 台湾已有福尔摩沙123号卫星 有军用摇杆通道 可实施获取数字摇杆图像 台湾还与美国 印度 以色列的商业卫星公司签有协议 可获取其提供的数字大地摇杆图像 能满足雄风2E的使用 另外 据台湾媒体披露 为了避免战时GPS商用系统被关闭 或是降低精度 雄风2E据说还额外增加了俄罗斯 GELONAS定位系统数据的通道 只是目前没有得到证实 最后的莫制导 火力军只能说 采取景象匹配制导的可能性很大 该制导方式将看到的目标细节 与莫制导系统里预处图像进行对比 修正航向打击目标 其精度既取决于目标图像的精度 也取决于导弹制导设备的技术和质量 至于大家关心的精度问题 第一代战斧的精度是50米 第二代是10米以内 第三代直接缩小到了5米左右 想要实现高精度打击 导弹就要靠高质量制导设备 高精度数字地图 军用通道GPS信号等 而通过刚才的描述 台湾在这三方面虽比不上美国 但也有一定的实力 火力军估计凶风2E的精度 应该会趋向于在第二代战斧 因为美国对外公开的民用GPS信号精度 是100米 使用差分法就能获得10米以内的精度 若是能获得专属通道 结合上多种制导方式 其精度将会缩小到一个惊人的地步 在最大射程上 2011年的公开说法是600公里 并以3000公里为目标增加射程距离 到了2022年 据书面报告显示 雄风2E的射程已实现1000到1200公里 速度达到0.85马赫 且具有源头打击战力 量产超过250枚 雄风2E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之前说过 想要增加导弹射程 大概只有更换发动机 加大载油量和更换新燃料三个方法 其中雄风2E走的就是更换发动机的路子 与雄风2采用的涡喷发动机不同 雄风2E采用的是涡扇发动机 此次试射 雄风2E在起飞阶段 由火箭助推器推动器离开发射架 并达到一定速度 随后抛弃助推器并展开弹翼 由导弹上搭载的涡扇发动机 继续推进进入巡航阶段 飞行时间超过一个小时 最后成功命中原先在海上所设定的目标 完成了整个作战效能的验证 涡扇发动机是一种燃气涡轮式航空发动机 最大的特点就是其首级扇液的面积 比涡喷大很多 中心是喷射引擎 其他全是扇风推进 然后再用一个比首级风扇还大的桶子包起来 就成了涡扇 相当于涡扇的推力可由内外含道共同产生 同时具有涡轮螺旋甲与涡喷发动机的推力攻击 而涡喷里的轴和风压是压气用的 将空气压到燃烧室和燃油混合燃烧 然后膨胀高温高压空气再从后面喷出提供喷气动力 顺便在经过涡轮的时候让涡轮转一下 涡轮又和前面的压气风扇同用一根轴 这样便又有了压气的动力从而形成循环 两者相比在同样的动力下 涡扇的能耗比涡喷低会使导弹的航程要更远一些 且不会因为速度太快而找不准时机 所以凶风2E才会选择换装涡扇发动机增加航程 而除了发动机外 想增加导弹射程还可以通过减小战斗部加大弹体 以增加载油量的方法来提高射程 但这样的方法无疑会减少导弹的威力 甚至付出更大的代价 而攻换新燃料的方法无疑是三种方法里最难的 目前可用于导弹的燃料有很多 性能各有千秋 像凶风2用的就是煤油燃料 既经济又高效能适应全天候的使用条件 且在储存运输和其他勤务处理等方面都较为简单和安全 至于雄风2E的发射平台 它是地对地巡航导弹 自然是陆基发射了 更何况在雄风2中 车载机动型号从1990年就开始研制 至今台湾使用雄风2的机动中队 以扩编为5个 机动发射车基地则临近原本的暗制阵地 当然也不排除未来有海基和空基 雄风2E的陆基平台 发展机动性陆基平台的可能性最大 如M977轮式载重车 就是台湾现成的携载平台 M977轮式载重车 是一款以提供美军后勤补给为主要用途的 八轮驱动越野卡车 载重能达10吨 台湾自研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 用的就是它当发射载台使用 在空机方面 台湾目前好像没有适合雄风2级别的轰炸机 但却有颗挂载比战斧导弹小一些的 巡航导弹的战斗机和攻击机 如IDF、F16、A3等 由于空射型需要由挂载战机提供火控参数 为此 中科院还特意向美国厂商 采购了ANAPG66T多功能雷达 整合相关发射软件 测试期间 则以AT3B和A3战机各一架进行了斜挂和发射测试 最终 空射雄风2至少完成了4次实弹测试 均成功击中目标 中科院曾声称 升级后的IDF金国号 亦将具备斜挂和发射雄风2型导弹的能力 只是 由于系统整合等问题 台湾最后并没有为金国号战机采购国造反舰导弹 至海主力仍是F16所配备的鱼叉 所以从惯性上考虑雄风2E的空射型号 暂时排不会有 但不排除为其发展空射巡航导弹的可能 在海基上 刚实现巡航打击的雄风2E 应该还达不到上舰的程度 但台湾的军舰和潜艇 都有装备海射或潜射巡航导弹的潜力 如0506年服役的基隆级驱逐舰 列装未来雄风2E建设版的可能性就很大 毕竟 从台湾巡航导弹作战条件来看 生存能力最高的绝对是海基型 但除潜射型外 雄风2E一旦上舰就能被发现 不可能到现在都没被发现 所以就作战平台而言 陆基的机动款可能性最大 空机和海基还需今后继续发展 以上就是火力军推测的 雄风2E巡航导弹的全部性能 现在只盼台湾早点将其彻底公开 雄风2E的第一批量产型预算 自2008年至2019年编列 代号极损专案 专案经费340亿余元新台币 量产数量245枚 2017年 因国防部参谋本部防空飞弹指挥部改编至空军 极损在预算书中的代号 变工为飞机一号 在之后的预算书中 又出现了飞机二号 飞机三号等采购预算需求说明 由此火力军相信 目前雄风2E一直都在量产 只是细节内容我们无从得知而已 不过也有媒体曾推测出 运用雄风2E的单位称为791旅 只是没有得到证实 好了 关于此次亮相的雄风2E巡航导弹 大家还知道哪些消息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